现在我们在德卡卢尔站的一号站台 这一趟高速动车组一会儿就要出发了 可以看到亚万高铁动车组的车头和车身连接处都有这种红色的多边形 那么它的设计就是源于印尼的国宝旗动物科莫多隆身上的纹理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离司机市最近的VIP室 这个座椅非常的高大上 整个采用的灰色的色调 座椅的整部还次有印尼非物质文化遗产巴迪克风格的图样 这个上面还有我们的座位号 然后座椅的旁边还有按钮可以控制我们的座位的高度 旁边还有按钮可以去控制每一个座椅上面的灯光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是列车的一等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座椅的红色呢是非常的亮眼 右手的扶手位置呢是可以打开的 里面呢有这个可以折叠的小桌板 还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座椅的中间位置呢是有这个插孔 大家可以给自己的手机呀还有一些电子设备呀可以充电 可以看到啊我们每个座椅的后方呢都有可以供礼客使用的脚踏 脚踏呢还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去进行调节 如果不需要了呢还可以踩一下旁边的按钮 直接把脚踏升上去 可以看到我们座椅的靠背和坐垫上呢都印有印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巴迪克的祥宁图案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呢是阳湾高铁动车组的二等车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座椅的颜色呢也是非常的漂亮 蓝色呢代表了印尼的海岛风情 然后灰色呢是取自印尼的一个国宝级的建筑 整体的感觉也是非常的舒服 这个上面呢还有行李架可以放我们的行李 旁边呢跟复兴号一样啊也是有数字指示牌可以指示会位号 每个座椅的后面呢还有这个小桌板 小桌板呢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顺畅的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亚湾高铁动车组五号和六号车厢中间的这个餐车的位置 这个是咖啡机还有微波炉还有冰箱 希望大家以后啊可以能在这里有非常美好的就餐体验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四号和五号车厢的中间连接处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大件行李存放处和轮椅存放处 我们可以把轮椅折叠起来 然后用这个绑带把它进去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呢是无障碍位中间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空间是足够轮椅旋转的 这旁边呢按钮上呢还有这种盲纹的这种标识 而且各种设施设备啊也是配置的非常的齐全 亚湾高铁动车组呢是基于国内CR400AF飞星号动车组进行设计的 根据印尼当地的环境还有它的运行环境 然后进行适应性的改进 亚湾高铁的空调系统呢分为疾控模式和本控模式 可以通过C室的这个控制屏 对全内的空调温度进行设定 也可以对单车的空调进行设定 同时亚湾高铁设置湿度控制系统 可以将整车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下 湿度控制在60%以下 极大的提升了旅客的出湿性 亚湾高铁动车组在东南亚刮起了一股中国速度风 成为中国高端装备走出去的一个代表作 凭借先进的技术和富有印尼特色的外观内饰设计 它受到了印尼民众的喜爱和认可 正以350公里的时速 承载着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快速向前飞驰 KATL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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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takes four hours jakarta to banok you can imagine almost four hours reduce only to 40-45 minutes it will bring new economy new opportunity right more meetings more business coming so that will be the benefit of this high speed train 我看到,當你提供 Broadcast, which is the economy tomorrow will come. 有甚麼原因,發生,工作 and live. 不是帶來互動,而是 growth again in the future. What can tourism只會提供到 ребят? 可以增加如果有更好的关系 所以我会看到更多人旅行 所以我认为高速车会变成 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对中国和Indonesia 我感觉很快 很舒服 所以我真的想到第一次 我的朋友想要上升 10月17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同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并进行国事访问的印度尼夏总统佐科举行会谈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为亚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节目 亚万高铁 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第四大城市万龙 是印尼和东南亚第一条高速铁路 正式运营后两成间的旅行时间 由三个多小时缩短至40多分钟 那是有很重要的改变 关于旅行时间 2015年4月中印尼两国高速铁路项目合作文件签署 2016年亚万高铁项目正式启动 开启了一段中印尼合作共赢 携手同行的不平凡之旅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热带雨淋气候中修建高铁 在印尼的雨季到处都是泥江 硬面的沿土混合山顶的雨水 抓起一块泥盐 手一搓就变成了粉末 克服地质复杂 疫情干扰等重重困难 中印尼建设者携手打造了这项 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 在过去的这八年中 实际上是给印尼经济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亚万高铁累计为当地带来5.1万人资的就业 建设期间 中方累计培训印尼员工超过4.5万人资 这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 全要素 全产业链在海外建设项目 全线采用中国技术 中国标准 我们是充分建型 共建,共建,共享的原则 在整个的投资建设过程中 会有效的实现 有关的一系列技术的转移 这是充分体现双方物的合作 亚伟高铁结束了东南亚没有高铁的历史 是中印尼共建一代一路合作的金字招牌 申马路证 汎вет山海全速向前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中国与共建国家命运相连 圆梦同行